大家好,南花叶片上长并斑 我们一般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 修剪掉并斑的部位适当扩创 然后给它喷上杀菌药 也就是本甲笔作指 它的渗透能力和内吸性的比较强 能够有效铲除植株体内的这个并菌 但是有话也会反映自己家里的这个南花叶片长并斑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杀菌药 怎么办呢 今天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这个妙招就是用上芦荟 我们取一节芦荟 然后把底部剪开 这里的话会有非常多的汁液 然后我们找到有并斑的叶片 用这个芦荟的汁液涂抹在这个并斑的部位 用这个芦荟汁液涂抹了 它可以有效控制这个并菌的继续蔓延 可以延缓它的这个并菌繁衍的速度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控制 但是我们要想能够有效的清除这些并斑 后面还是要给它使用杀菌药才行 当然了平时预防也是非常关键 我们家庭养男化一半一个月 给它喷尸一次保护弦杀菌剂 比如带生抹心或是多菌磷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叶片产生病害 这样就不会一直到它后期的生长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